到江南调查明家 我觉得暗装嘛 就应该彻彻底底地改头换面 范贤滴溜着水师提督长坤的尸体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出了茅房 反正有霸道真气在身 天一道心法加持 他的戾气比金刚也差不到哪儿去 自然也不会嫌累 茅房外面的清净地上 躺着几个死人 正是长坤先前想换来救命的清随 想必这些死人的武功也是极高的 只是这时候躺在地上 死得也是很透彻的 看着那个正在打喝签的影子 范贤将手中的尸体扔了过去 骂道 提督府里杀提督 你还是得小心一点 寿宴之上立明寿 影子极有才地回了一句 冷冷说道 你也知道这件事完大了 虽然他嘴里说的是完大了 但那张略有些苍白的脸上 却看不出丝毫的担忧 身为监察院六处的真正头目 天下第一刺客 暗杀一位水师提督 或者真的不能让影子太过担心 而且以影子和范贤的身手 就算这时候有人发现了 长坤死于非命 他们也有能耐 在何为行程之前亲身远去 毕竟范贤也是一位专业的刺客 影子攥着长坤的后颈 像题目偶视地提着 低头看了一眼 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回头问道 按计划处理 范贤恩了一声 笑着说道 没辙 反正你家早已习惯了 我动作会快点 不过你小心点 别让人看着了 茅房地处偏僻 外有丛树遮掩 提督府里的下人们 很少会注意到这里 尤其是此时夜已经渐渐深了 没有烛火的照明 漆黑一片 谁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不过 茅房总是有人会上的 范贤也知道 影子不可能能演出行迹太久 所以说完这番话后 他脚尖一点 整个人已如一道青烟掠起 飘向院墙之盼 手指往墙上一点 整个人的身体 便如一只大鸟般翻出院去 消失在黑夜之中 不知去了哪里 提督府后院里一片安静 前方隐隐传来 饮酒作乐的声音 寿宴正在热闹时想逼那些舞 女的衣裳也落了几件在地上 没有任何人发现 提督大人出宫时间过长 也没有人会想到 提督大人这时候已经死了 提督府与侯继长家 隔着约有两条街的距离 以这条直线中间往北方去 转两个弯 便有一家很不起眼的布庄 范贤从提督府悄然离开后 便在夜色之中狂奔至此 一转身掠入门内 手指一并 比了个手势 同时将腰间系着的提丝牌子 拿出来亮了一下 房内灯光并不明亮 很明显是不想引动 外面那些寻守兵士的注意 布庄老板见到范贤 先是一惊 待确认了对方身份后 马上便恢复了平静 低头请示道 马上 马上 范贤点点头 一面开始脱衣服 一面拿着杯上的茶灌了下去 一路急行 纵使他修为极高 在这个大热天里 依然是感到渴了 等除掉外衣之后 他问道 几个人 布庄老板正带着自己的几个徒弟 忙着取出衣物与相关的物事 听着他发问 陈生回答道 七个人 范贤将手伸进他递过来的袍子里 点点头 没有继续说什么 这家布庄 就像是北齐上京城里那个油铺一样 都是监察院的暗装 当然 这里并不是监察院住交州分里处 分里处的宅子早已亮明了 范贤要打提多福里重将领一个措手不及 所以选择了这里 很忙碌的装扮 很忙碌的除掉衣容 范贤不用动手 任由布庄老板和另几个下属 用心且忙乱的在自己身上整理着 这让他的感觉有些异样 就像是男模在后台换衣服似的 不过一会儿功夫 范贤就已经摇身一变 变回监察院的提斯大人 身上那件黑色的官服 透着份冷然的杀意 将这大热天的暑气都灭了不少 布庄老板乃是监察院住交州的真正主办 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摇了摇头 在心里涌起极大的疑惑 他清楚提斯大人今天晚上的工作流程 所以愈发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提斯大人先前要冒险进入提督府 事后又要忙着换装光明正大上府问案 其实就连此时在提督府里后命的影子 也不了解范贤的想法 如果是要暗杀常昆 影子就够了 何至于让范贤如此忙碌 甚至有些狼狈 其实这一切 只是因为范贤在杀死常昆之前 仍然存着一丝希望 他始终觉得有些古怪 在他的心里 对于常昆背后的那只手 有着很深的忌惮 一个不知姓名 不知实力的敌人 才是最可怕的 推开布庄的门 范贤昂首挺胸走了出去 下风扶着他黑色官服的衣角 呼呼作响 他的身后 布庄的几人 也干净利落地除帽去扇 露出里面 雅然无光的黑色监察院长服 头上戴着官帽 手上分别捧着几样重要东西 布庄老板手里捧着的是 明黄色的一个卷轴 他的徒弟 怀中抱着一柄长剑 一行八人 就这样在娇州的夜里 晾堂堂 热闹闹地出了门 沿着戒备森严的长街 或许是勇猛 或许是莽撞地 往不远处的提督府走去 除了青楼还在热闹着 除了提督府之外的 焦州城显得有些安静 像范贤一行人这样奇怪的队伍 骤然出现在安静的长街上 马上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尤其是 这里离提督府不远 所以马上就有 隐在暗处的官兵走了出来 将这一队人拦住 准备问话 维持焦州治安的 本应是州军 但由于庞大的水师在侧 所以水师官兵在这城中 也等若是半个主人 渐渐抢了州军的位置 这些官兵一向骄横惯了 今日要负责提督府的防卫 只能干听着里面的歌迹交迎 嗅着酒肉之香 自己却要在大热夜里熬着 心情本就不怎么好 这时出来查验 自然语气也不怎么温柔 给我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这大半夜的怎么还在街上 水师官兵问话的声音 戛然而止 因为长街上那个奇怪 队伍头前的那位年轻人 向着他笑了笑 这位年轻人面香俊美 笑意温柔 偏生就是这温柔的笑容里 却似乎斜着骨 不容正式的威严与压力 领头的是一个小校官 看着这行人 愈发觉着奇怪 夜晚里穿着一身黑衣服 他下意识里握紧了刀柄 谁知道那奇怪的一行人 竟是看也不看他 更是将这十来名官兵手中的武器 都当作夏夜里的树枝一般对待 面色不变 笑容未退 悠哉悠哉 就这般直接走了过去 小校官怒了 拔刀而出 玉兰在对方身前 刀一出则断 当得一声脆响 不知道怎么回事 刀尖就落在了地上 范贤身旁那位 已经穿上了官服的布衣老板 收回袖中劲刀 取出腰牌一亮 冷声说道 监察院办案 闲人回避 校官大害 手握断刀半赏不语 其实监察院与军方的关系向来良好 监察院也极少会调查军队内部的事宜 所以庆国的官兵们 对于监察院不怎么害怕 可是民间传说毕竟太多 那个院子的恐怖深入人心 官也是名 兵也是名 今夜陡然发现 有一对冷酷的监察院密探 正在自己身边走过 并且还将自己的刀砍断了 那名校官依然止不住地害怕起来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才发现 监察院的人已经走到了提督府门前的大街上 校官心中意紧 却来不及去通报府内的同僚 眼珠子转了几圈 还没有拿定主意 是马上去禀报上级 还是出城去通知营帐里的弟兄们 守卫在提督府外的武装力量 当然不仅仅就是这么一小队水师官兵 接头接尾接策 那些负责安全问题的水师官兵 都发现了这处的异样 也马上认出了 这一型黑衣人的真实身份 监察院密探 没有人知道 监察院的人想做什么 都是朝廷一数 水师官兵们 自然也不可能马上拿出刀兵 将对方斩成肉酱 更因为知道 监察院乃是陛下直属的特务机构 所有人的心里都感到有些寒冷 满眼敌意地盯着范贤一行人 一行监察院官员 便在街道两侧 数十双敌视目光的注视下 走到了提督府的正门口 范贤将官帽网上拉了拉 挠了挠有些发痒的发迹 抬头看了一眼府门口的红灯笼 与上面贴着的画 笑着对门口的水师清兵说道 监察院奉旨办案 让你家大人出来接旨 那六名清兵本来正虎视眈眈着 呼听着奉旨办案四字 马上泄了气 几人互视一眼 有人便快速跑入府中去传话 剩下的人却是赶紧打开正门 准备迎接天使 范贤却是担心提督府后方的事被人发现了 没有理会这些规矩 将脚一抬 便跨过了提督府那高高的门槛 直接往里闯了进去 水师的官兵们在后方面面相去 心想 这世上哪有这等嚣张的人 就算你是监察院的官员 就算你有圣旨在身 可 你又不是来抄家的 怎么就敢这般闯进去 监察院的人闯进去了 长坤的清兵们自然也不敢怠慢 跟着进去 占据了各自有力的地形 警惕地盯着范贤一行人 虽没有想过 待会儿要大打出手 可是总要压一压对方的气势 范贤却是没有什么感觉一样 快步走到正厅的门口 推门而入 一眼便瞥见 先前进府传话的那名清兵 正找不到提督长坤 只好在一位偏将的耳边说着什么 厅里司主仍在 歌舞声平 通过大开的那扇门 传到了焦州的夜城之中 范贤就站在门口 冷眼看着这热闹的一幕 知道长坤的死还没有被人发现 心下稍安 念色愈冷 冷笑说道 诸位大人好兴致啊 厅内骤然一静 所有人都被这不速之客惊了一跳 焦州水师中几个莽撞的将领 今日已经喝得高了 猛听着耳边的焦银之声屈无 定睛一看怀中焦鹅正 带着思维剧看着厅外 不由回头望去 便发现了那行黑衣人 有位将领豁然起身 心想是谁他妈的敢打扰老子喝花酒 便欲破口大骂 几位焦州的政务官 却是心头一跳 一眨眼便认出了站在门外 那行黑衣人的真实身份 监察院的官服虽然不起眼 但太打眼 坐于墨席之上的侯继长 只是温和笑着饮酒 与身边的继 女轻声交谈 眼睛都没有往这边望遗忘 而那边乡 本准被破口大骂的水师将领 却生生将自己的脏话 憋回了肚子里 满是不服地看着门口的饭贤 按道晦气 心想 怎么监察院的这些黑狗 突然跑了来 坐于主位之侧的一位中年人 缓缓起身 对着厅门正中含笑说道 不知几位院官 今夜前来何事 范贤看了此人一眼 便知道 这人便是 郊州水师里的重要人物 常坤的左膀右臂之一 以智谋出名的党肖波 范贤身旁的 布庄老板冷漠说道 监察院办案 水师提督 常坤何在 厅内一阵大话 所有的人都证实了 自己心中猜想 愈发地紧张起来 紧惧起来 尤其是 郊州水师一方的官员们 更是眼珠子直转 不知 在盘算些什么 此时只好 游坐在上方的那位 郊州之舟 出来说话了 这位半百的老家伙 咳了两声 自经说道 这位大人 今日乃是 常提督大寿之日 有何事物 不能明日再说 本官是忙 请不要说太多废话 范贤在厅中 扫了一眼 郊州之舟微怒 心想这厅内至少坐着五六个上三品的大员 你监察院也不能如此放肆 韩怒说道 敢请教大人官职明慧 范贤寒笑说道 本官现任监察院提私 姓范名 贤自安之 毫不令人意外 本来就已经变得安静无比的提督府内 此时变得更加安静了 满座官员瞠目接舌望着门口的范贤 那几位水师的将领更是下意识里抿了抿嘴唇 嗅到了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味道 整个场子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安静 与隐藏着的对峙气氛之中 对峙的深处 其实是那些将领们的恐惧 因为天下人都知道范贤的身份 知道监察院是做什么的 堂堂监察院提私 会奉旨前往边缘水师之郡查案 用屁股想都能想到那件事情一定不会太小 水师将领们眼着眼中的忧虑 悄然护视一眼都在猜测着 莫不是东海上的事发了 而与这些将领官员们不同 那些被呵斥到一旁的歌技武技们 却是双眼放光 盯着范贤那张俊美的容颜看 一来小范大人这种神仙般的人物不是那么容易见着 二来其实大家都清楚 这位小范大人如今乃是行内的领军人物 若得这位大人物看重 日后的日子可就美着 只是姑娘们不是蠢货 感觉着厅内的古怪气氛 自然知道今天没有什么施展美人计的机会 将领官员们在稍稍一愣之后 终于醒了过来 那位水师副将党萧波 在长堤都不在的情况下 隐隐然成为水师一方的代言人 他微微一笑 起身相迎 与娇州之州并排站着 对范贤行了毅礼 所有的官员将领们都不敢再坐在座位上 有些害怕地站了起来 对范贤行李请安 见过提司大人 见过钦差大人 英文武不同 心思不同 水师与娇州之府方面 对范贤的称呼也不一样 免了 范贤下河微动 点头示意 目不斜视 便在官员们的拱位中往上走着 然后一屁股坐到了 本属于水师提督长坤的椅子上 他身后那八名监察院官员也跟了过去 站在他的身后 手握刀柄 虎视眈眈地盯着厅内所有的官员 有点嚣张了 不过他有这个资格 党萧波见这位大人物坐壮 面色微有不欲 心里却是暗自高兴 但凡这等跋扈之辈 可要好对付得多 看来传闻中小范大人的阴客深密 并不见得都是事实 他倾壳一声 拱手问道 下官见过提斯大人 不知大人此次前来 焦州办理何案 你是水师副将 我院中便是办案子需要人手 也不可能找你去掉 范贤平静说道 转身对焦州之州说道 经奉旨办案 身边带的人不足 麻烦吴大人 把州军调义营给我 焦州之州姓吴明格飞 乃是旧正时中的三甲 也曾经走过林相与范府的门路 今日周一听 小范大人居然知道自己姓什么 心头一热 只觉浑身上下无不舒态 笑眯眯应道 敬请大人吩咐 这位吴大人有一桩好处 就是该摊的银子一定会摊 但不敢动的心思一定不动 为人最是老实本分 反正焦州这个破地方 处处被水师众人压制着 许多政务不屑不说 便是有什么大好处也轮不到他 反而落了个干净